ₙ 嘿 早安 在這個福岡 這次來福岡得來這個 五天吧 帶我二� ze來 麵包抄的博物館 昨天晚上呢剛到 然後呢今天 睡到快週五 還起來 卡了一下還好這幾天都是好天氣 好險好險 台灣還蠻熱的 但是這裡 因為現在已經十月中了嘛 大概十幾度吧 算舒服吧 好 先去搭車 搭車 地板上都有標示 這裡 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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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電車過來差不多200塊日幣 兩站 然後也不用出去 直接從車站裡面 搭到五樓 好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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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泡上了博物館 沒有泡油門 快點 走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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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 玩了一圈啊 很累 外面很冷 但裡面空調很熱 溫度剛好啊 但是穿太多了 很多限定的東西 是一個獨剛限定的商品 買了滿多東西的 久了滿久了好不好 休息一下 好 在這個 因為剛好這個旁邊有一個舞台活動 我買了這個 果醬爺爺的麵包工廠的麵包 好 裡面是這樣子 忘記開始拍我就先吃了 這個麵包從而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紅豆的麵包到的 紅豆口味了 完全度很高 本來就是食物 本來就是食物 這個吐司是厚片的 哇 超級厚片 不知道裡面是不是真的咖哩麵包 試試看 看著看著覺得有點餐了 真的是咖哩麵包 沒有騙人 沒有騙人 它麵包雖然旁邊看得到這個麵包工廠 這個烘焙的過程 不是從架上拿的 它是從那個後面的籃子裡面 拿出來給我的 可是它的麵包都是冷的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那個剛剛出爐的溫度 都是冷的 買了一個球中球 你的氣球咧 氣球… 好 限定的冰淇淋杯 630塊日幣 然後呢 這個它有送這個杯子可以帶回家 帶回家 我剛剛吃一吃啊 它是這樣子 它是這樣子的 哇 它是這樣子的 好貼心喔 好貼心 好啊 吃吃吃 好 好 剛去完那個 博物館 現在要去 隨便找個 不是隨便 因為這在那個車站附近嘛 所以 附近有一間 一蘭拉麵的總店 總店 它跟其他一蘭 譬如說東京啊 或是台北的一蘭啊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不只有那個 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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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個座位 還有那個 就是桌子的座位 然後 所以像我現在帶小朋友的話 就還蠻適合去的 好嗎 好 剛剛路上還有看到烏鴉 真的是阿阿叫耶 阿阿阿阿阿阿阿 到了 看到嗎 一蘭 本色 總本店 好不好 這也就是 這個一蘭拉麵的總店阿 OK 夾咪 我點這個一蘭阿 這個 通常會點就是 細麵條 然後是硬一點的 濃郁程度是 濃 二分之一的辣 一點點 一點辣 因為我比較不太會吃辣 我剛剛這個 弄了一下我 真的累 大包小包的 來 拉麵 吃吧 來 來 我要點了一個這個 炸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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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蘭的話大家應該有買過那個 可能有來日本吃過 或者是台灣去吃的時候 它旁邊不是有賣那一包一包 可以回家自己料理的那種 其實味道都差不多 真的 味道都差不多 現場料理還是有 這個 嚼勁上的差別 上個月來東京 也是吃宜蘭 沒有啦 宜蘭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喜歡 我很喜歡 雖然這個是觀光客區的地方 但真的不錯 滿喜歡的 總店 它有分一樓跟二樓 然後二樓的話就是 跟其他間一樣是一格一格的那種 然後一樓的話 只是像這樣的座位區 有八階的那種 我覺得這邊的這個店員啊 非常的親切 因為他也可能知道 這邊很多觀光客吧 就都講英文 然後呢 像我們剛剛拿很多大包小包嘛 他也幫我這個 幫我記錄起來 整個用餐的過程算非常舒適 好 然後嬰兒車半旁邊 沒問題 我是第一次點它的叉燒啊 然後它這個本身 調味的味道就滿重了 所以不用泡湯 很好吃 我感覺啊就是福岡的步調啊 好像比較慢一點 就是沒有東京那麼快 因為我第一次啊 就是路上啊 我就不太確定到底是 要靠左邊走還是靠右邊走 觀察了一陣子 發現有時候好像靠左 有時候好像靠右 看不太出來 然後發現也有亂走的 就你亂走好像也沒關係 不知道啊 搞不懂 好 吃完了 碗底 碗底堪稱是一蘭拉麵 這個前三大 一蘭拉麵打卡地點照片 就是它的碗底OK 這邊的天氣啊就是跟我之前 第一次冬天去這個東京的時候很像 就是有點錯估了它的這個天氣啊 我看氣象它是17度左右 那就是相對於台灣的話 應該算涼涼的 所以呢我就是 戴了一些長袖啊 外套啊 結果錯估的點是什麼 錯估的點就是 它的室內都差不多25度左右 23到25度 熱到我剛剛這個長袖直接脫下來 我是買了一件短袖 好 不然太熱了 可是外面又很冷 逛街啊 或者是去室內的這種行程的話 哇這真的 這個穿著上可能就要洋蔥一點 洋蔥一點 洋蔥一點 這個小物 小物推薦給大家這個 這個錢包這樣子 它這裡啊 可以依照這個 50塊 10塊 500塊 還有1塊 5塊 10塊 然後零錢可以分開來放 因為這個 日幣的零錢真的很多啊 搞不太懂 然後這個 這一個包是 第二代啊 它這個旁邊也可以放紙鈔 因為第一代只能放零錢 然後這旁邊也可以放紙鈔 完美 OK 那待會呢 我們就 原路啊 原路坐車 回去 先回到飯店 放我那裡 超大A咖的 放完之後呢 待會再出來 等一下預計啊 應該是要去 這個 博多運河城 其實就是一個 這個百貨公司 Shopping的地方 然後呢主要是要去 這個裡面有一個 TOMICA的店 帶我兒子去玩 因為他很喜歡 TOMICA的小車車 好 又一個飯店 又一個飯店 晚餐時間 過了 之後呢 來到了這裡 這個 這個博多運河城 外觀看起來很像 美麗華的一個地方 好 主要是要去 五樓的 TOMICA OK GOGO 哇 差不多了 完全有買到了 原本來就是為了那間 這個 TOMICA 結果 結果他竟然 到月底 就要關門啦 我覺得那個點 因為他在停車場旁邊 所以 關門感覺好像也是 理所當然的 然後這邊就是保護公司 然後也有影城 跟美麗華蠻像的 像這邊有沒有 賣各家的 這台灣也有的店啊 很多 適合觀光客來的地方 集中Shopping的地方 所以這邊有大量的 中國 韓國 台灣遊客 好像很少人在講日文的 因為我住的飯店很近 非常近 走路只要十分鐘左右 所以就剛剛 晚上就過來這裡放晃 如果住在這個 波羅站附近的話 呃 晚上沒事可以過來這裡晃晃 有飯店睡覺啊 今天超累 OK 來 來啦 訂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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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啦